一星期一本书 你身边的知青 知爱 更遑论那些 在你生命当中 匆匆出现 有慌忙擦肩的人 我们会不断地 遇见新的人 也会恍惚之间 丢掉老朋友 人生的列车 永远上上下下 除了血缘关系 没有什么感情 是牢不可破的 所以永远不要 高估了自己 你对别人好 别人会对你一样好吗 未必 水装得满了会外溢 人爱得深了会委屈 不要不承认 你爱得越深 何尝不是想得到相同的爱 爱得越深 如若对方有意思敷衍 心里就会不好受 而爱得越深 你对面的那个人 却越觉得理所当然 花了重金买来的衣服 我们会小心翼翼存放 随随便便得到的地摊货 我们却随意扔在角落 其实人也一样 给的太多 未必是好事 吃饭气氛饱 待人气氛好 当某天你发现 你的给予 受不到钉点回报 你的好心提醒 对方当成唠叨 就没有必要 再傻傻付出了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不珍惜你 并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对你不在意 所以不领情的人 算了吧 不付出便不难受 不追逐便不累心 聚聚散散的人生 事实总是太难料 前一秒还艳阳高照 下一秒便阴云密布 人心和天气一样 说变就变 要多爱有多爱 要多绝情有多绝情 王小波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中年以后才觉得 世上啊 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 我们都是在一路走 一路改变 一路得到 一路失去 人这一生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的时间 是不充裕的 人心一山再上 感情一梁再梁之后 你就会明白 能一辈子 对你不变心 真的陪你到老的人 也就那么几个 不要太高估 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高估的结果 只会苦了自己 多少感情 经不住岁月的变迁 时间长了 就一排两散 多少关系 经不住坎坷的消磨 遇事之后 就变了嘴脸 即便轻如爱人 还有把你抛弃的时候 更别提 相处不久的朋友 不要高估自己 保持清醒独立 才是在一段关系当中 最好的态度 林青玄说 来是偶然 走是必然 甭管是陪你几十年 还是几年 到最后都会从我们的世界 推出 或早 或晚 我们能够欣然接受 一个人的到来 就要学会 欣然接受 一个人的离开 人生最难面对的 曾经互相珍惜 互相依赖的人 有一天转头 就离你而去 留不住 晚不回 缓不来 不要因为失去 折磨自己 因为不值得 所有轻易离开的人 都是你用力 留不住的人 所有为你停留的人 都是你无需用力 都不离不弃的人 感情 你要学会看淡 改变 你要学会看开 人生 其实最难的是遇见 风雨人生路 我的世界 你来过就好 最好的交往心态就是 梁石秋先生的散文 送行中 说的那段话 你走 我不送你 你来 风雨无阻 我去接你 余生 每一个重情 重义的人 都会被深情以待 你想要留下的人 无需你费力 你们的相处 永远最舒心 你来も来 感谢观看